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你不要去放空股票 老船長你有講啊 我们照样把它空下去啊 怕什么 反正外星人就要攻打地球了 锁定台湾 非常的好 我相信你今天收盘 应该是昏倒 大盘跌破13000 它是一个空方架构没有改变 这一点没有错 但是我说过了多少遍了 各位观众 这个指挥棒不是拿假的 好不好 细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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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记得 记得老船长 你说空头市场也会反弹啊 对 反弹呢 你可以做短多 可以抢短赚钱 对不对 你不要相信空头的言论胡说八道 说这个盘就是要一直大跌 做多稳死 那我请教一下 我就教一下 今天台北股是上涨的股票 一吐拉股啊 那请问一下做多 可不可以赚钱 跟他可以耶老船长 所以股票市场有很多人 他是睁眼说瞎话 明明你做多 对不对 可以赚钱 他告诉你要做空 如果说 今天有没有股票上涨的 没有半支 明天呢 也没有 天天都是死 天天都是跌 所有的股票都跌 那当然做多就是 稳死不活啊 稳死不活啊 那各位观众 台北股市的情况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啊 一堆股票上涨所涨停 对不对 你做多就可以了 好你不做多就算了 你还去放空 放空怎么样 被嘎的吱吱叫 这时候怎么办呢 赶快看一下 对不对 带我放空的人怎么说 这个盘不要炮 涨假的 对反正最后死的是谁 一定是你嘛 你把老船长的话记得 最后一定是你挂掉 他呢 汇费已经收得饱饱的 明不明白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倒霉的一定是参加会员的 这些猪脑袋会员 对不对 为什么我说猪脑袋会员 股市每天都有一土拉股票在上涨 你做多不能赚钱 可以啊 可以这么简单的道理 国小一年级以下 我讲一次人家就懂了 你怎么这么大的一个人呢 你还 我不要看我眼睛遮起来 有涨的有涨停的都没有都不算 神经病了 对不对 那台北股市啊 昨天在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下跌的影响之下 今天开低嘛 今天早上开低 老船长低通扣讯说什么 我说跌破一万三以下 可以强短 然后呢 我就带会员 请会员将所有的资金 我的会员今天早上是空手 因为我们这个昨天把股票获利了结 也是只有一档 获利了结之后 我们今天就把所有的资金 听好 一大早 我就请我的会员朋友压一档 你全国投股业参加到烂 不可能有像我们这种情况 会员是满手现金是空手 而且之前是昨天才获利了结出来的 所有的资金 今天全部压一档 收到我的扣讯都是这样 如果不是每一个会员赔 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到此为止 有人可以像我这样做到的分析师 我退出投股业 你参加的都是买了180档的 我常常讲 这投资人有多笨你知道吗 参加一个投顾大老师 对不对 一直叫他买股票 就买了20档 买了20档 今天有一档涨停了 对不对 假设你的资金是真的很乖 就分配成20个部分 对不对 那请问这个涨停板10% 你是赚几% 你要把那个10%除以20 换句话说你是赚0.5% 如果你衰小朋友 你刚好这档没有买 你挂掉 但是你看你的老师在节目上表演 我股票今天涨停板会员大赚10% 这种金光党炸漆犯 你们注意听 你们在看你的老师节目 他一定是这样表演的 但是第一个 你可能根本没有资金在买 第二个就算你有买 你只买到一张 因为你的股票买了20档 你的钱全部分散了 他大言不惨在节目上骗说怎么样 会员大赚10% 我告诉你投顾的专门用这种诈骗的 已经行之多年了 如果有你收集证据 告金管会 因为这些人 我讲这改不了 所以你只要看每天节目 都讲涨停板的老师 就是我讲的 他们就是金光党 你不相信我讲的话 你可以去参加 你会发现 你永远赚不到一支 扎扎实实的涨停板 因为全国投顾业 这么多分析师 只有我一个会发抗讯 要会员所有资金 只押一档的 有第二位 我再讲一次 我退出投顾业 所以你不用跟我争 你的老师 以前我还有同事 我不要讲哪一个 会员买进0.5成资金 假设你有100万 他就叫你买5万的资金 买一档股票 这样他可以叫20支 叫20支 里面有涨的股票 他就在节目上表演 很恶劣 现在还在投顾业 跑去网路投顾 非常恶劣 当然他也骗到了汽车洋房 但在我来看 这些都是垃圾人渣 我也告诉我自己 我不能干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很幸福 至少我把我的会员当人看 大部分的老师是把会员当 猪脑袋在宰的 我相信你现在手上 你参加他一个月好不好 已经叫了几十档 那你就是猪脑袋了 你不用再讲你就是猪脑袋 那我在这个节目上讲悟空 就是叫你不要放空 你呢就不听被嘎死 今天礼拜五收盘就昏倒 在家里昏睡两天 然后心里想怎么办 礼拜一再开稿怎么办 三个字看着办 讲不听的就要离开股票市场 我在股市算是非常资深的分析师 我的节目讲真话 我不是来这边讨好观众的 对不对 如果今天做多都赚不到钱的话 我会跟观众说不要做多了 真的也不要抢短 但问题就是明明就一堆股票 甚至是王冠低跟红 为什么不能做多 可以啊 就是因为可以 我才做在这个地方 请你怎么样 你记不记得 我昨天有没有叫你来跟王冠金标股 有没有 有没有你讲有没有 你有没有打电话来办好手续跟 有没有 没有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有 今天早上 杀下来你就会收到抗讯 我就会请你把所有的资金 买进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做金标股 大概是买平盘左右 买平盘附近 买完以后就 拉上去 下个礼拜 未来还要再大涨 为什么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 它是王冠金标股 名字是我取的 那它符合什么条件 注意看 王冠低红 今天今天礼拜五就是它的王冠第一根红 买下去有所依据 老船长你诈骗了 你怎么知道你是王冠第一根红 你新来的 我的会员有安装王冠AI智慧系统 他们收到我的抗讯 请买进这档股票 人家小死头一秒钟一看 吼哟吓一跳 真的王冠第一根红 如果一按王冠黑 我叫他们买不是被他们骂死啦 对耶老船长 因为王冠第一根红可能不止一档 今天可能有六七档都放王冠第一根红 那么有一千几百档股票 会员这样按一支一支按 按了手都很酸很累 对不对 好啦就算给他按到了 那有六档要选哪一档呢 各位观众 不用选 我的抗讯直接告诉你 全部压哪一档 因为我在节目上说过很多次 为什么要参加老船长的会员 然后呢 这一套系统你安装上去之后 你自己先不要乱用 因为你不会用 我在节目上大原则就讲 第一个王冠黑不买 就避开了所有空头的股票 多爽 再来不要买王冠182838红的 要买王冠刚刚红 最好是第一红是最好 对不对 但是第一红如果万一有六档的话 怎么选择 由我古海老船长来选择 我会把我自己的专业再过滤完以后 像今天这一档 为什么要请所有会员全部重压 因为你们要去想个问题 最近整个全世界的大环境都不好 第一个最严重的就是通膨 对不对 那通膨要升息 美国当年为了把通货膨胀压下来 它升息升到20% 利率 银行利率拉到20% 你有怕死吗 现在听说只拉到4%多 大家股市已经摔成这样了 对不对 那没办法 美国一定要把通膨压下来 那美国一直升息 世界的资金就会怎么样 往美国跑 这必然的 假设你现在有1000亿 对不对 你放在台湾定存不到1% 放在美国4% 差3%1000亿差多少 我只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例子 让你的脑袋稍微动一动 不要每天跟猪脑袋一样 对不对 这些钱会大量的全世界的资金会往美国跑 所以说你看美国股市是不是比台北股市强 老船长你讲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难怪台股跌了半时 美国在涨我们也涨不动 因为外资每一天都把钱汇出去 卖什么 卖台积电 对不对 他卖台积电 我们不要看月线 看日线就好 有没有 卖台积电 因为把钱汇回去 外资的资金非常大 他汇到美国去 定存就够了 是不是 所以台积电就成为提款机 他业绩也没有不好 他获利也是照样很棒 但股价摔死 看到没有 摔死 那资金都回到美国 当然就去股票市场买股票 所以你看美股很强对不对 台股就不强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下半段我继续分析 你要注意听了 导播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船长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起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位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刚刚讲到 大量的资金汇到美国去 这造成台积电 当然是要大跌 对不对 国安基金户有没有用 我就说过没有用 人家有一千万张的台积电 你怎么户啊 老船长真的耶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因为台积电跌 台北股市的指数就怎么样 上不去 所以常常就给你来个 跌破一万三 这样大家明白吗 好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消费者怎么样 却步 我们讲了 上游一个产业 上中下游 那最终端的就是 我们这些消费者 对不对 消费者现在怎么样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你物价飙涨 你的薪水是不是固定的 对 老船长你怎么知道 废话 我在你家装了监视器 那你的钱变薄了 你每个月的薪水 只有那一点点 你吃东西什么 尤其吃的 哇 那个便当又涨价什么 你就不大敢消费 你不大敢消费 你那个手机本来很破 要换新的 对不对 将就再用一用了 你那个车子 本来要换新的也是一样都将就 这一将就可能就拖个三个月到半年了 那我请问各位观众 整个消费力是不是往下掉 对不对 那消费力往下掉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物价又会慢慢怎么样 通货膨胀又会慢慢下来一点 那不管先面对前面这一关 当消费者都怎么样 不敢消费 消费力往下掉的时候 谁倒霉 你告诉我谁倒霉 当然是这些做半导体的啊 对不对 半导体很广啊 滴润也是半导体啊 对不对 跟半导体很有关系的 面板也是 最大宗的消费就是滴润跟面板 还有印刷电路板啊 台积电啊 晶圆代工啊 晶圆代工的对不对 他又怎么样 又分了什么 要提供他做金元的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是这个中美金啊 利金啊 反正一大堆啊 这是环环相扣你知道吗 那这样子怎么涨 老船长 那我们怎么做多股票 所以现在市场上涨有两种股票 一种是比较投机的 8033 像这种 雷虎我在开玩笑说 这家公司是卖老虎的 不是啦 你注意看 雷虎这家公司 几乎是赚鸭蛋 第一季是赚鸭蛋 亏钱 第二季变成0.02 也等于没什么赚 那这家公司都没有赚钱 你注意看 股价一路飙 飙到30块 有人就说为什么 这主力炒作 听得懂吧 主力炒作 这小股本的 注意看哦 13亿 这跌下来的时候 如果说它后面没有真正的题材发酵 基本面跟不上来 它就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 这种股票你要玩 你动作要快 手脚要那个 否则它跌停锁的时候你跑不掉 我们不会建议带会员 会员的钱不是偷来也不是抢来的 我们不会建议带会员去买这种投机的股票 那市场上有没有老师买这种股票 一定有 他为了要招收会员 你看我的股票 对不对 涨停满 那其实他的会员大部分也都没有买 因为前面叼了180档 对不对 那这个是骗新的会员 有没有发抗讯叫会员买 有 会员没有钱买 这种叫假抗讯 那新的观众以为 哇真的 他有真的有发抗讯了 对不对 他猪头就被骗进去了 那之前像类似这样的股票 没有赚钱的有没有大跌过 有啊 浩鼎 基亚 对不对 北极新药业 你们看老船长不会带会员去买这些股票 但是市面上 九成的老师会带会员买这种股票 然后每一次一崩跌下来的时候 会员血流成河 所以你们要跟分析师如果跟到不正派的 你一生的积蓄可能就没有 你不要以为 像这个雷虎 九千多张 老船长这还有量 还锁那么多 这个很简单 主力左手丢给右手 外面根本就没有散落的筹码 对不对 锁也是他自己在锁锁假的 真的这么好 这么多人要排队买 骗谁啊 公司都没赚钱 这种不要来骗老船长 我是非常资深的分析师 我不会带会员去买这种股票 你要买这种股票 不要来参加我的会员 因为这种往往一出事的时候 像你看北极星 北极星药业 那个时候不是天天一样大涨 有没有记不记得 哇很飙啊对不对 哇爱在最高点 破产 招楼 走向归零高之路 结果后来一看 果然 公司赚鸭蛋 看到没有 你当初因为参加哪个投顾老师 带你买北极星药业 你现在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够胆癌的 哪一个老师 你自己看 他现在肥肥的 还在节目上骗 所以我说各位观众 不要再做猪脑袋了 老船长要你们买的股票 是比较正规正派的股票 那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整个资金汇出去 然后股票的动能不足 对不对 当动能不足的时候 大家主力也好 这外资法人 他们就心想 什么股票是比较抗跌的 你要听懂 通货膨胀这种景气不景气 又恶物战争 什么产业它是必须要去执行的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比说你们家走出来村子很黑 对不对 这个村债没有钱 村长也要想办法找政府 来盖路灯 有没有 这样子村民走路的时候 才不会掉到田里面去 那这种建设就是必须性 它比较不会受到景气 好跟坏的影响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像有一些iPhone的手机很高档 很棒 三星的顶级的 我不买可以吧 这个是消费者的观念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 有一种产业它是必须要怎么样 钱要扎下去要推动的 老船长你可以不要讲白一点 好我直接告诉你5G 我们以印度来讲 印度够大吧 印度现在疯狂的在怎么样 在投资在砸钱 要建设5G 我们台湾早就5G了 你会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要去想 比较落后的国家 它再没有钱再不景气 政府也要推动什么5G 所以相对之下 这么多的产业里面 比较不会受到影响的叫做 网通设备 你听懂了吗 好像是老船长 所以 当初因为缺料的关系 所以让网通设备股怎么样 有大概很明显的一个回档 那么我认为回档到这个地方 现在缺料的问题解决完之后 未来比较扎实的 不是像雷虎这种 是比较扎实的 它有可能怎么样 往上拉 就是网通设备 当然网通设备里面 有很多支股票 老船长跟你们说过 在一个空投市场 台北股市还是空投 你注意看 来 手指头来按一下 叮咚 有没有 还在怎么样 还在空方架构 看到没有 还在 所以在一个空方架构 虽然今天有拉上去 很多人放空被嘎死 那活该 不要理 因为老船长的话不听 叫你悟空 对不对 你跟我对坐 你铁定完蛋 我现在就告诉你 在13000点 来 我们看 今天收盘在13000 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把它看在13000上下好了 这个地方还是空方市场 你在压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要压不受景气影响很大的 就像我刚跟你讲的 网通设备 5G全世界一定要 扎钱下去做的 因为它不是属于个人消费 你手机好了以后 电信公司提供你5G 懂不懂 不是你自己在那边装5G 你自己是要不要买苹果手机 你自己决定 你知道搞懂 懂得吗 但5G里面这么多股票买哪一支 买这一支叫王冠金标股 你昨天有办好手续的人 今天我会叫你所有资金全押 买在平板附近收盘 就是直接赚了 收高了 拉上去 未来还会再狂飙大涨 因为你们就会发现 老船长领先全市场 他们在讲雷虎在骗的时候 我不跟你们玩那些股票 我告诉我所有会员 你们可以重压股票 第一个是赚钱公司 听好 赚钱公司 而且是怎么样 低价的 因为现在是在空方市场 尽量不要去买高价位的股票 也不要买大型股 听得懂吗 成交量是不够的 只有1700亿 买低价有赚钱的 很棒 低价没赚钱的可不可以 不可以 要低价有赚钱的 而且它的营收是成长的 你去看很多营收 7月8月9月越来越低的 那不行 要往上走的 那接下来还会怎么样 大爆发的 就是网通设备的这一档 王冠看测标 王冠第一红 那你为什么不来我不知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要不要跟 如果下礼拜一可以 我先讲在前面 老船长话都讲在前面 假如下礼拜一 你手续办好 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 你呢 想要买这一档 我看可以 我就发call信 请新进会员 将所有资金全部押 那如果下礼拜一 他直接冲上去 甚至拉涨停锁之类的 我不会带你追高 你相信我 我会说新进会员先不要买 甚至我们 所有的旧会员 下礼拜我们把它获利了结之后 我们再转下一档王冠第一红 你新会员再怎么样 跟着一起买 我都是这样在操作 在带会员 我把会员的钱 都当作是自己的钱 各位你要懂我的意思 我不是在那边来就叫你买就对 疏失你家的事 不能这样 都要精算得很细就对了 当然啦 你为什么没有来安装王冠AI系统 我不知道 你现在可能被嘎死 可能你抢短又疏死 那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最后一桶金来找我 没有的不要来找我 我跟你讲 我就是带你们买的是王冠第一跟红 所有的会员朋友帮我作证 如果不是每个会员 赔5亿8千万新台币 全市场有谁敢像我这样子 在这边解盘的 你想想这个周末假日 要不要安装 你再想想 11月初 你不要等到11月底 或钱输光了 那你就不要来了 下礼拜一可以进场 我就带你进场 不行 你就跟着做下一档就可以了 5 4 3 2 1 行情部等人开始拨打安装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